今天是期指结算 昨天是跌转升 投资气氛也挺乐观的 有朋友在我Facebook留言说 今天也是take profit的时候 看到刚才看恒指的图 其实就升穿了一条100天线 不过看保力加通道 其实就破了位 现在是否今天也是take profit的时候 无妨吃一下糊 其实麦后也跟Wendy说 每天都take profit 有一吃都要吃一下 因为你看到近期 你说这么厉害炒上来 那炒什么呢 我自己觉得 就是炒一大大来香港 那个气氛上 回归航程 就夹了上去 不过最差是700 不信阻止了 就是南非佬 阻止了我们更加劲 外部势力 是的 现在 假设大家打算炒回归航程的时候 今天也6月29日 明天也6月30日 如果正常来说 你吃我有吃 一定会有点阻力 吃些糊便无妨 说真的 我不是说 未来会见顶 但始终 现在炒股票也是 有吃都要吃 拉低成本 我想你坐下去也会安心一点 也不是拍摄的时间 是的 好 刚才那个就是说炒 这个习主席来香港 还有那个回归25周年 就是预期可能有些礼物 这样的行程 好 我们看长线一点 恒指益 在100天线流上 真的突破了 下一站你觉得可以尝试什么位置呢 还有是否正式见到转势 比如说5月19,000 那个是否已经是今年的底 这个也有跟朋友谈过 是不是见了底 见了半年的底位 那你如果照样看 都OK的 还有我想现在 你见到那个市场 就是什么呢 港股一定是跟A股 是 A股OK 就OK 那你见到A股 是否OK A股OK 上到3,400了 我见上证中止 已经 未到都要挨近的 应该 到了 昨天收到3,400 流上了 变了 它3,000 保卫战 搞得行 然后就不停谷 就是你见到很多的谷消费 比如车那些 你见到谷得很厉害 是 是 顶得住的 那你看下来 就是第二季GDP 因为 黑强总理说过的 今季 就是第二季 对了 就是今季 是 GDP 一定要正数 是 但是因为4月封城 5月半个月封城 你要谷这条数 都要有点力 那变了你说 喂 如果出来这条数 OK的话 那就是说 救得到 我觉得对于A股一定会利好 你对港股一定会利好 不太跟美股 所以对的 现在真是东升西降 是 那变了 你说是不是试到底 因为你之前 5月的时候 试到19,400那时 是A股都不行的 我记得 还有人民币狂堆 那真的很多坏消息 但是现在 没有了A股差的因素 你只是靠美股 要堆港股下去 其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 底股应该见了 除非你又有黑天狼 不知道做什么事 你说 Touchwood 可能疫情再爆 再爆得比之前 可能会有些影响 如果不是的话 应该都可以的 是 刚才说的那个是今年底 不是上半年的底 是的 今年底应该是OK的 但是受到了